农场里长大的女孩 有一个明星梦 她常常偷穿母亲的裙子跳舞 想象自己站在舞台上 意义发光的样子 然而现实残酷 父亲因为年轻时私生活太乱 现在贪了不能自理 偌大的农场只有母亲一个人打理 作为女儿 她必须力所能及的分担 常常被母亲强迫换下裙子去喂牛羊 晚上的时候 还要替瘫痪的父亲洗澡 一旦不听话 母亲就不让她吃饭 在压抑的生活下 珍珠的脑子开始变得和常人不太一样 比如父亲洗完澡后 她会脱掉衣服 直接用父亲的洗澡水泡澡 比如她在草垛上表演时 会将闯进来打断表演的大白鹅 一叉子戳死 然后把大鹅的尸体扔进河里喂鳄鱼 比如看见稻草人的时候 她会攀到梯子上 将稻草人从高高的架子上薅下来 搂着她的腰翩翩起舞 环顾四周发现没有人注意后 直接吻下去 释放无处宣泄的欲望 所有离奇的事情 在她看来都是合理的 这天母亲让珍珠进城买药 这是她难得的可以享受自由的时光 趁着这个机会 她去看了最近新上的舞蹈电影 看着年轻的姑娘们 手挽手踢踢踏踏起舞的样子 珍珠十分沉迷 仿佛看到了自己变成大明星后 站在舞台上跳舞 受到了所有观众喜爱的样子 她想要成为明星的想法更加强烈了 看着手上的海报 她暗暗发誓 自己一定会逃离农场 过上她梦想中的生活 这时电影放映员过来搭讪 知道她的梦想后 她表现得像知心的林家小哥哥 拿了一卷电影胶带 捡了其中一针地给珍珠 鼓励她 回去的路上 珍珠一直回味着放映员的话 过好自己的生活 她体内一种类似自我的意识开始觉醒 然而现实确实 她因为看电影花了八分钱 对账对不上 被母亲惩罚不能吃晚饭 即便她饿得能啃下一头牛了 也只能等明天早上再吃今晚的剩饭 没饭吃的珍珠 只好远离不停发出诱人味道的餐桌 在母亲的眼神微压下 她只能乖乖听话 被打压 无处宣泄的愤闷情绪 压在心中的情绪开始变质 猎杀动物已经不足以宣泄她的苦闷 发现父亲对疼痛无法感知后 她开始对她下狠手 这天早上 珍珠的婆婆前来拜访 因为儿子出国当兵 三年未归 她隔段时间就会上门给珍珠一家送烤乳猪改善生活 打扮张扬靓丽的小姑子 也总是陪伴左右 她穿着漂亮的小裙子和高跟鞋 扭着腰肢来到珍珠跟前 分享了一个秘密 这对一个梦想成为明星 迫切逃离原生家庭的女孩来说 诱惑力十足 珍珠发誓要得到这个难得的机会 当天夜里 她穿着偷来的装红色长裙 从二楼的窗户爬出去 敲开了电影放映员的房门 想要问问她的想法 男人热情地接待了珍珠 并分享了她对于这件事的看法 珍珠正正地听着她说话 完全没发现男人正毛手毛脚地占她便宜 得到鼓励的女孩 欲加向往外面的世界 溜回家后 她听到了母亲在黑暗中低声啜泣的声音 她愈发坚定了想法 被婚姻 被家人绑住的未来 不是她想要的 但阻碍在她面前的 除了专制强权的妈妈外 还有需要照顾 拖累她的瘫痪父亲 于是乐向胆边上 她推父亲来到有鳄鱼的河流边 准备把老父亲推下去 从园上解决麻烦 幸好母亲及时赶到阻止了她 才避免了一桩命案的发生 计划破产 郁闷的女孩又来到河边 意外发现了鳄鱼产卵的地方 她偷了一颗蛋回来 来到牛圈上方的阁楼里 脑海中闪现过迟迟不归家的丈夫的脸 她没有丝毫犹豫 用力捏爆了这颗鳄鱼蛋 病态的满足感令她沉迷 无论是谁 也无法阻挡她追求梦想的步伐 风雨交加的夜晚 珍珠藏起来的舞蹈明星海报 被母亲发现 母女矛盾进一步激化 珍珠露出了伪装已久的恶魔本性 争执中 母亲的裙摆不小心碰到了身后的壁炉 火苗粘上毅然的布料 瞬间壮大 吞噬了母亲的整个身体 珍珠被吓坏了 匆匆端起冒着热气的汤锅泼下去 熊熊燃烧的烈火 灭了 同时也太迟了 在烈火的灼烧下 母亲早已变得面目全非 奄奄一息 根子里坏掉的女孩健壮 没有报警 也没有送她去医院 而是狠心将重伤的母亲拖到地下室 任她自生自灭 所有阻碍她追逐梦想的人都该死 解决完母亲这个最大的阻力后 珍珠看着父亲的眼 开始后怕 她冒雨冲到电影放映员的家里 寻求一个安慰 对她另有所图的男人 故意放了一部奔放大胆的电影 激起她的欲望 然后占有她 回去她的清白 她还告诉珍珠 她有能力带她去更大的舞台 前提是要乖乖听话 对当明星是名魔政的女人 对此深信不疑 就连做梦 梦见的也是成为明星后 在舞台上闪光的模样 醒来后 她带她回到家里 更加卖力地讨好她 取悦她 突然 地下室传来一阵阵撞击的声音 惊扰了床上的男女 珍珠炙弱网闻 她心心念念想着的 只有什么时候去欧洲 男人以此为借口 推开了略显疯狂的女人 开玩笑 她不过是逢场作戏玩玩罢了 怎么可能真的带她去欧洲闯荡呢 但演戏得演全套 放映员还是下楼认真查探了一番 只看到昨晚掉地上 还没来得及收拾的水煮玉米 这里处处透着诡异 男人勉强信了珍珠的鬼话 但怀疑一旦产生 便很难消除 来到珍珠最喜欢的牛卷 听着她热情地介绍 每只动物的名字 不明真相的人 肯定会夸珍珠一嘴 贤惠善良活泼样的字眼 男人却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嘴 地下室的狗叫什么名字 无心的一句话 落在做贼心虚的人儿里 就是不怀好意 男人也从珍珠的怪异反应中 意识到这里确实不是能久待的地方 于是告别离开 这个举动无异于火上浇游 病态的珍珠 加速了男人离开的步伐 但她还是太晚了 发完疯的女人 很快换上一条鲜艳似火的长裙 看着瘫痪的老父亲 狠毒的女人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用毛巾捂死了她 接着又将男人的尸体和汽车推进河里 处理完案发现场后 珍珠奔向教堂 去参加舞蹈演员的选拔 她必须是唯一一个被评为选中的人 音乐声响起 她跳起了脑海中旋转无数次的舞蹈 脸上满足的微笑 仿佛看到了她成为明星后 被全世界追捧的场景 评委的话如晴天霹雳 把珍珠从幻想的世界砸醒 她大哭着控诉台下的评委们不公平 神色愈发癫狂 评委们的脸也变成了父母的样子 原来在她的潜意识里 父母是阻碍她奔向梦想的最大阻碍 她大哭大闹 被工作人员轰出去之后 蹲在门口嚎啕大哭 小姑子看见后十分不忍心 哄着送她回家了 殊不知 她一时的心软同情 将自己亲手送到了魔鬼身边 珍珠盯着她的金色长发 露出诡异的微笑 小姑子害怕不小心刺激到她 连忙摇头否认 然后告别 匆匆离开这个阴冷阴冷的屋子 她刚走出去不久 珍珠追了过来 手里提着大斧头 小姑子见状拼命奔跑 大声呼救 但这个空旷的农场见不得一个人影 大斧头越来越近了 她一个亮枪不小心跌倒在地 珍珠抓准机会 手起刀落 小姑子一点点没了气息 处理完她的尸体后 手上沾满亲人鲜血的女人 又来到地下室 看着一动不动已经去世的妈妈 珍珠眷恋地钻进她的怀里 感受着母爱的余温 因为从未得到 被爱 变成了她一生的执念